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罗马书》第11章 第25节提到奥运 到底奥运是什么意思 到底《罗马书》第11章提到的奥运是什么奥运 奥运是以前没有人知道正好而生意的事 第一次都是隐藏在神的里面 现在神要把这些事几次不属于祂的其能 可能他们能够明白 代表《罗马书》第16节感触了奥运的事情 奥运就是以事业的全家都要得救的奥运 提过来世老人得救是一种未来世的动作 表示这个是天然所要发生的事情 讲到以事业人 奥运行荣以事业人是有几分意识的 但是如果我们读《敬业圣经》的话 我们就会知道 耶和华上帝如何行荣犹运 他们是定着天下的本性 耶稣受到自己 几个地心情 他来到了耶路撒冷处境 为进入耶路撒冷前 他就在山上观看耶路撒冷前 他就为了耶路撒冷白酷 他说什么 耶路撒冷的 耶路撒冷的 离堂上来说 又用其中导致奥 奥运行荣以后 这里来的人 我都是愿意 继续离着女儿女 往上木梯把小鸡 继续在座堂底下 怎样 可是你们不愿意 看啊 你们的家庭为皇家 留给你们 我告诉你们 从天以后 你们不得再借我 圣语平堂 你们说 奉主明来的 是应当天送的 当耶稣成为耶路撒冷的时候 有一群的百姓 犹豪的百姓 都很热烈的 光明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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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把耶稣 扑在地上 拿中处 去迎接他 他们高昌 好想啊 太算了 众主明来的 你世界晚 是应当成送的 从这些提醒之后 当耶稣被比拉多 在比拉多的变成 列明送他的时候 这些提醒是谁的 这些提醒是谁的 在比拉多的变成 都好 把他丁在 基督下上的情状 耶稣为说 耶路撒冷的时候 为什么呢 今天 几乎大年年到处 的我们 以处理人 有天生日 天生日 耶稣为说 为耶路撒冷 爱头 对耶稣 他知道当他生天之后 也认为路撒冷 会经历到 荒库的灾难 这个最大事 发生在主后 七十年的时候 维保环境 秘入了 何止迪多 大命有幸迪 我先攻 耶路撒冷 他才会有尊敞 他从华巴 他伏在犹太人 他侮辱了犹太的父女 就好像约翅在马赛福里 二十三更 一上次大学所说的 看了你们的家 天位宽敞留给你们 他也在入家福尉 第十九章第十三到十四节说 因为那时相当你的头体 地住是独人周围 惶扰自愿固住你 必要讨论你和你 你头的和你 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 也不知道建固你的石头 别书为说耶路撒人来说 为什么呢 因为耶路撒人有圣殿 这个圣殿是犹太人敬拜神的地方 这个圣殿是有地师带领 犹太人敬拜神 这个圣殿里面有文史宣读神的地方 很可惜这一句来到圣殿里的流通了 他们的弄心里面没有真正成立来祝拜神 而且是新犹太人 他们听到文史读神的话语 但是不把神的话语 在生活当中形了出来 好 可是他们心里面上是很虔诚的 他们忠守犹太人的结论 却心了心里多多不利的事情 太可惜在圣殿中 他们的敬拜只有外表的意义 敬与祝灵的生命 太可惜他们口中乱敬灰 但是他们的伤悔 都是从心里发出 太可惜由这人自以为形成 宣伤是当不接着这一位 特别为他们来到寿散的耶稣基督 这人是有传特别天心的一群人 或者是他们远与耶稣 但是不归宣誓 因为他们将不会有平安 远处知道他自己将为面临着孤狼 但是他不为自己哭 他会为他的指引酷气 他为作为耶路撒冷哀哭 为犹太人的不顺哭 为神的神灵哭 为他们的心疹忆哭 为耶路撒冷将要面临大灾难而哀哭 比如说问题我们要问 犹太人到底是挺好的一个命题 我们首先要看看他们的历史 他在养生一百年前的时候 他在祖勤养养生一百年的时候 神苦从吉田前要亚伯拉尼 神圣亚伯拉尼也说 你要离开本地本祝福 将住完我所要 以赛你的地区 我必将于成为大夫 我必赦福给你 将你的牛为大夫 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为你祝福 为你祝福的 我必赦福给你 那祝福你的 我必祝福他 地上的万福都要临大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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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听一听三节的经文 十三节的经文 靠西级 第十二传经到第三节的经文 这里讲了五个地匙 亚伯拉尼要往神所要前置的地方去 他那个地方就是江南地 那个地方是属于亚伯拉尼后裔的领土 这是第一点 对 那个地方是属于亚伯拉尼和他后裔的领土 亚伯拉尼的后裔将会成为大国 第三节 神要祝福给亚伯拉尼和他的后裔 第四节 世界万邦万族为一 如太人而得盟土分 第五节 众主以色列的神会祝福 祝福以色列的神会祝福 祝福亚伯拉尼 祝福亚伯拉尼 也是他的后裔 但是这就是罗马书 十一章第二十六到二十 二十九节所说 并如一直从弃安住 有消除亚伯拉尼和做的一些基因 罗徒替他们去的时候 这就是我与他们所列的业 俱作主义说他们为你们的缘故而至仇敌 俱作坚持来说他们为列祖的也不是谋害者 因为神的恩赐和选招是没有后悔的 这个是神特别带领以色列 比色列是精于分堂育的 就是罗马书第十一战二十五节 金融雅巴达档的后裕最正量的一群的民族 义士典的疫情 我们可以从义士典人离开 埃及部才能探索 连统他们可以胜快地去进入加达 可是因为他们的疫情 他们要再放眼流浪世纪连续求 达北国的时候 大部分的王都习近义和华 点中胖为够的自己 居然义和华才可以兴趣警告 他们都不听从先知的警告 结果导致他们的国家 丁路到外面 神给以色列人的话很清楚 上来我今日 我看着我 上来我听着这样子 祝福与祝福的话都沉溺在你的念事 你们若听从严和华你们神的经历 就是我听着所吩咐你们的就必模糊 你们若不听从严和华你们神的建议 丁路我听着所吩咐你们的道 你受过你们的受来所不认识的神就必受过 这就是在神圣里面的祝福与咒咐的言议 一张解念 如果我们要能服的话 这里讲得很清楚 我们就要听从神的话 我们要祝福神的话 居然南北国毁灭了 犹太人被辱到外面 但是神还是群手 当初亚伯拉罗所立的业 神的爱还是离到了犹太人 在初天 五百三十八年 波斯王苦略 中心以色列人 回归到耶路撒 从建圣殿 回旧圣殿 敬拜的时候 但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 是是不是如正我去 这个时候被建立起来的 不是 因为耶路撒的那个时候 正在波斯的恐惧之下 如巴黎 我被巴黎奴隶 一路这样一发走 神运起亚伯拉罕的领土 由天然地去 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外邦人所统治 这些统治 统治耶路撒人的外邦人都是什么 他们就是巴黎奴隶 他们就是波斯国 他们就是希腊国 他们就是罗马帝国 在犹太人所寄出的领土里面 犹太人所寄出的领土里面 犹太人所寄出的领土里面 当中把他们从罗马的统治之下 宣布过来 在波里面 有一位银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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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将士为人为他们 定时在其余之下上的 耶稣基督 不认他为主 不承认耶稣基督 就是所为他们所预备的 尼赛亚 反而耶稣被定正 然后反而他们轻视了 把耶稣定时在其余之下上 将来的关系是怎样的 就是关系这时一块石头 也不留在石头上 出入七十年 祇国传心开心来 经历光带来 把耶稣上 把耶稣上移为平地 炸灰犹太人 追回了恩典 正如耶稣所意义 能够逃脱的 那个时候能够逃脱的犹太人 他们就离开到耶路撒冷 他们到外面流浪去了 到底犹太人从此就会 在这个信用界被消灭吗 他们是不会的 全还是爱犹太人 神出走他 以亚特朗坦所立的业 以后耶稣十一章十一高十二节说 当那个主必二次伸手 救回自己百姓中所迎胜的 就是在亚述 埃及巴格罗 土石 尼兰 四大沙南地 中海岛所剩下的 他必向列国树立 彼氏 回抄回以色列被港上的人 如同他们的司法聚集 跟上的犹太人 既然以色列国已经被毁灭了 两千五百米 犹太人分散在世界的地方 所以要把他们从世界各地招回来 不过是熊的意思 这个犯人 以色列的土地是引起给人 不让他们的富裕的儒太民族 这一块土地 神要生日天地骑士 住在那个地上 神要让列国赠到神的周围 当他们赠到神迪祈祝后 为悟灯口灯 这神迪祈祝 就在不止四八年 五月十四号发生了 这就是云之列终于复活 神要成就的事情 这种体力 十一人复活 自从与识别立国之后 几多灵敬的国家 是东方的识别 他们都失败 我可以想象 这个刚刚立国的国家 可不过有强大的经历 给它变态信念而拟爱的东西 这个是神的灵敬的 这个是神的灵敬的 其他人在帮助 相恋以示别人 帮助都领导不少的相 所以说现在我们不要祝福以示别人 我们要祝福 如果我们祝福以示别人的话 我们就会灵敬 这个神的话 神对于亚伯罕所说的 为你祝福的我必须服他 我祝福你的我必祝福他 要得到神的祝福 我们就要祝福以示别人 我们要为以示别人祷告 让我们不平地 问说以示别人祷告 以示别立国之后 有其其多多的 是吧 其其多的神秘 神秘秘秘在 神秘发生了 这是我们 这些历史的物色 唐经海的历史记者 如果你在示范的话 还能起来 听精彩的物色 其中一个神秘秘秘秘 就是以示别和亚伯 联盟的地势 是他的 这件事 发生的物体 一张为情愿遇到 那个时候 有一个就是很聪明的总统 他是属于他就是埃及总统 沙特 他就是为我了解 我为什么不很厉害 他刚好 即使出江林10月6号这一天 我认为这一天是最美好的一天 其他人们这一天是我 东台以色列一定是白产 白胜的 他认为 我可以把以色列宫这个世界上 挖掘掉 以色列宫是不会在这个世界中的 为什么 仗帆认为 他已经是超过的一天 原来仗带认为 所以天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 天持地利的元 第一 游战的地方 已经是犹太人的俗俱乐 不给以色列 经历必定是修建 如果我把说 帮他以色列的话 他们在修训着 他们没有做好准备 他们就是被活背 第二 但是犹太的地方 最前是最前的第十天 就是公元623年的 乃就是末海末的军地 很成功的进入乃甲堂军 第三 开始于军地的总参务部 观察 他用人造位置观察到 鱼之列附近的海域 他观察到地上的报道 他之后的天文寄写 最好是潘水爆炸的时候 我的城堂车都以后 苏联从埃及开过洪海 彼此 加拿得到 斯里拉 阿萨德总统的席 斯里拉军地 他可以从北方 南上 东南上 进入格南高地 进入尼斯列 东达尼斯列 埃及的基督 就可以越过洪海 下车东北手 来东达尼斯列 如果最远更加红的话 他达尼斯列 他从北方认为 他从北方的世界 一定被消灭 他相信 这一图是真实地利 融合 但是说到 这种万字月 神的话语 神的话语 在以西徒乎 第二次 神的西徒书说的 神的话语说 当上我安息日 我将要把愤怒 听在他们身上 而且是上面 职业又乐的情长 当尼斯列 经历在经历的时候 下午一点五十分 南北远国的 基督全史记 从其间向东以西徒 劳住埃及的 以西徒单位 是首的 埃及的经历 步过了经历一语 往东北中 给付出三百两 基地亚等身 这是八百 非常高地的 以西徒经历 下午两点钟 埃及就很骄傲 很开心 就在他们们的广播变态 就宣布我们埃及 大宋犯了 八十月份上就乱成了一场 在这一场 只要是想把敌人犯态的人 来到库庄里面 困在神的面前倒倒 行出神的盘子 有七十两最厉害的盘子 就绷绷绷绷 开往以西徒 听话是非常地威胁 如果以西徒的经历 不能够拦住他们监禁的话 于西徒就落入别人的手段 这个时候 也是波罗斯的算的事情 很适合 到底什么事情呢 说得一样的 从彩虹 上前拆弹的时候 突然间走得屁眼 为什么 因为他们没有事业 这时候刚好是防风的时候 以至于的军医四个飞机 从越当河军飞 后来把所有气力量的弹 弹到时候都毁掉 但我们再撑撑一撑 让我们再撑撑一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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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为什么 那一撑撑人是非常非常的烈烈 他非常地强烈 刚刚突出 就像说 当自己先进的时候 他们还是撑不到前面 前面的位置 前面不知道发生什么 他们看不见 他们在他们前面 他们是在 强烈轮轮的数据手 以及心机的模型上 结果 你私立的長途不定,就很確定,就把高級的250的高級方法就會滅掉。 沒有人可以想想,為什麼私立來的選錯是自由等應不善。 為什麼當天美國愛情的精度會立法全力的優惠觀? 第二點,就是如果這個不是神的作業,是什麼? 根據以色列入前的人和主義, 以色列人口有991萬4百。 其中,優惠人的人數是718萬一千的,去占了70%。 阿拉伯的人數上了21%。 優惠人口中,優惠教的教徒他們就上了74.2%。 因此,教徒等人口比例是17.6%。 而基督徒等人口,包括阿拉伯的基督徒和明塞人的基督徒。 明塞人的基督徒是相信優惠的優惠人。 他們的優惠人。 他們的優惠人比例是1.8%。 少之有少。 如果,我會覺得, 就基督徒等人口比例1.8%。 拿出來的話, 到底基督徒等人口, 把基督徒等所有的基督徒, 是形態一些人是優惠人嗎? 那是什麼人? 不過我很驚訝, 我在做這個研究的時候, 我很驚訝的發現, 在以色列裡面的基督徒百分之, 這十年就是阿拉伯的人。 比目前的情況來看, 如果從這個比例來看, 有一個阿密, 以色列全家都要得住, 到底優惠人嗎? 在人看起來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在神是沒有當成的事。 為什麼優惠人可以提醒 因為耶穌基督的祝福恩典? 他們這個跟他們的文化有關, 跟他們的生活習慣有關, 由他們每個基督御往上, 都是家庭的世界, 由一家基督來帶領家庭的進展, 他們就被教導受基督徒, 基督教士學教, 在他們的優惠會堂裡面, 有被教導基督教是學的。 今天我們說到優惠人, 心裡當然, 優惠人應該是被滅滿才對, 被滅滿才對, 為什麼優惠世列人還會全家得住呢? 羅馬書第十一章二十八百三十二節創業, 兩根言語, 第一根言語是因為這個是神的堅持, 羅馬書第十一章二十八十九節說, 復兆復养說, 祂能為你們的言故去投帝, 據堅持說, 他們為耶穌的言故去蒙埃, 並為神的恩恤, 既蒙著是沒有後悔的。 這是在十字架上的祖書恩典, 去給世人的, 包括優惠人, 包括外傍人, 包括外傍人, 同口是優惠人出席的, 傳給他們的福音信息, 也不能夠接納外傍人, 去承認來到優惠基督的面前, 領受神的祝福恩典, 也遞過優惠給他們的, 結果優惠, 其實在福音的仇敵。 如果我們以天神的角度來看, 優惠人是亞伯拉喊的仇敵, 至神所見見的民族, 至神所愛的民族, 他們還是有機會來到神的面前, 合謀神的祝福恩典的。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因為神的憐憐, 出去爆, vaguejan這篇無恥, 第二十三十到三十二節說, 你們從前不舒服神, 如經因他們的不舒服, 你們倒磨了為止。 竟然他們也是不舒服, 在他們永久吃點他們的臉領, 現在也就蒙了為止。 因為神將眾人都揀在不舒服的程, 这种特意要免疫情 外方人和犹太人都是神所灵敏 外方人过气不舒服 可是得到神的灵 你得到救赎恩典 同样犹太人不舒服 谁一样可以得到神的灵敏 那么到底 以色列人死不死后 会选家得救呢 罗马书是一将对25节者吧 外方人的数字文 到底这个是什么意思 好多时候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将把经节用数字文 来创到底去听 就多少人 如果以順悟來看的話 就不能最錯誤的解釋 說是羅馬道羅等 教者道羅的意思 我們不能夠以順悟的眼光 來看進去的經文 耶穌基督在《路教徒》21章28-21節 一年的祖后七十年 耶路撒冷將要毀滅 聽完說耶路撒冷要對外班人 想到知道外班人的肉體慢用 熱情慢用 不可以明白這個和時間是沒有關係 他這個和時間是有關的 而不是數目節 我們就可以詳細想 這幾個是年少年來 之前外班人從這製作的行程 已經結束了 這是默契的時候 我就是整個書記在外班人所通 統治的時間已經到達 就讓我們想到的是 在《落室路》當中的 七零八災怨的末期 公盡分析今天的經文 《雷法書》第十一章篇 二十六道都二十九節 好 一由一位租座從書案出來 用消除雅國節的一切記憶 而且其實說 我徒替他們在這裏的時候 這就是我徒替他們所立的業 它是報徒 就在福音上 他們為你們的言故事仇定 就捲替說他們為列祖的言故事 能派出為神的恩賜 但是其實是沒有後期的 第二十六節 清楚從信安而遠 指的是什麼 保羅斯引用了以赛亞書 五十九章二十一章二十一節 誰是不會正如他和亞特拉所錄的業 從的一起是不會落棚的 請注意第二十六節出來 這就是希臘座的言吻 注意未來時事 未來的時態表達出來 這場地我們可以肯定 保羅在羅馬書說 講的是 末世耶穌基督的快來的時候 傳證去以色列 末世世齡的大家也來的末世 我們可以從這個圖表裡面看出來 世界會有一條很恐怖的戰爭 這個戰爭成為 三年最高的戰爭 我用紅筆紅絲畫出來的 世界內國的經濟會集中在以色列 和以色列太戰爭 這個書體誓入十六章 十二到十六節所講 這場大勝 四分分布的一場大勝 進神並生於亡部的優太人的勝貌 優太人要經歷到十日 要經歷到一年的八災 當優太人經歷到 他們基督都懂得痛苦 將煎熬的時候 他們就蒙聖靈的挑戰 聖靈光照他們的心 他們看到祂以自己的去 他們都聚集來到神的面前 屬服在神的面前 回到漫具上悔 這個跟薩迦利耶穌的十二到十四節很有關 薩迦利耶穌就描述到在當時的情況 經歷一家一家的畢蒙才對 他們如何的改善了進來 包衛家男的独太一處 女的独太一處 那當時男的独太一處 女的独太一處 對著名字的独太一處 這都是描述了整個當時的情緒 在他們製作頓大宋 然後到非常劇烈的時候 耶穌基督 拜託天青來到地上 凝蓄了這場灰難 當耶穌基督瓶蓄了這場灰難後 天使流就來了 聽到見面 讓我們想想想看 今天我們提醒 今天我們提醒 我們從以色列當中我們就知道 神是信實的神 對方之類 你信好神也信他們的神 神跟你的關係是正面的關係 但是我需要他的時候就來到他們那天 到底不是天的 曹沙怡從前兩千里來的 曹沙怡從上 給你看到 我把神要盡 叫上爹 跟阿拉漢的意思 我認為他一定是 丟到阿拉漢的 太多了 但我看到阿拉漢 他一枚 他們不信仆真 結果 神是究竟 靠裡面越來越來越 比方這麼 神是 祝福我們一個人 讓我們 然後如果我們分散我們的時候 來頂守神的救助安徒 包括我們不會一次 被插在這個細節上來的 會由世連的大灘平安來的 讓我們各方以前有意願 天地就很恐怖的大災人 讓我們是一位 把耶穌基督同救上來來到當中 我們是被提到天上的一個人 到底你的耶穌基督的人 我們被提出在大灘安復 大灘安復你的觀點如何我不管 可是有一天我們會被提 大灘安復是其中 是一位 明天又不嚴重 那我們去找找 所以我們將我們的弟兄基督交到你們去 讓你來散步他們 包括他們能不能來到耶穌基督的面去 來領受神的救助安徒 祝福我們能來到大灘安復 那麽我們是阿祇祝 我們是聖心中的 每天從中的地上 都能給我們 祝耶穌基督的祝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